亦都是不斷發生變異的物種 人們會變 人生存的環境會變 所以一些所謂放諸四海而准 那些所謂真理 是不應該繼續存在 當然不是完全去摒棄它 但是我們要很小心 看看哪些還有價值可以繼續存在 社會有沒有什麼改變 而這些社會的改變 應不應該我們合理地要求 將我們以前那些概念去更改 甚至陽氣 剛才我說過 這個Plane of Eminence Plane of Eminence 就是在它的哲學系統裡 剛才我說過哲學家的責任是 創造一些新的概念 去適切新的環境 而這些概念在它的思想體內 一個概念永遠不能單獨存在 一個概念永遠跟另一個概念有關 例如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現在正在說話 很多人都看到 有一個光芳些頭的人 穿著一件米色 飛機衫 我們就問 什麼人呢 什麼叫飛機衫 什麼叫說話呢 發白風算不算說話呢 每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在這裡 什麼是人 什麼叫說話 什麼是屬於說話 什麼不是說話 所以一個概念 我們去解釋一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無可避免一定要用其他概念 所以這個概念不能單獨存在 在它的想法 就覺得 另外一方面 他有類似的 idea 就是Rison 這些東西是遺產的 看看環境如何 他認為 我們人的思想 完全都是一樣的 在不同的環境裡 我們會想到一些不同的東西出來 哲學家的 他那個責任 就是去 現在環境變了 不可以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不要還在那些 古老十八代的思想 去壓制人 他認為這些概念 他認為 概念是 一個創造 當那些 阿里斯多德 未人創造了 什麼是人 不是 帕埃圖 阿里斯多德 創造了很多 關於人的說法 他未人說之前 這些概念不存在 為什麼他們 可以有權 創造一些新的概念 現在的人就不行 一定要跟他們 所以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 概念 在他的 思想裡面 就不是單一 一定是 剛才我講的 Multplicity 一定有很多概念 這個概念 又跟那個概念 有某種的關係 所以他覺得 哲學家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研究一個概念 和第二個概念 之間有什麼關係 之間有什麼關係 一個主 刺 刺 鮮 厚 高 低 就是要用很多種不同的關係 很多種不同的關係 有很多種不同的關係 那些是自己有的 但是那些是怎樣有的 是從那個自我家創造出來的 創造之後就有了 他自我 他不需要依賴 以前的鮮艷 那些假設的 可以全身都可以 可以全身都可以 而概念 和概念之間 沒有一種 所謂 必然的關係 但是 好像 有很多 可以砌積木 那樣 這裡有一塊 那裡有一塊 但積木 可以砌很多不同的東西 出來 就是看你怎樣去砌 但是他就覺得 但是他就覺得 就是 他曾經有一道 我記得他講 他就說 那個 現實 就不是一個 拼圖遊戲 即所 即所那裡 已經有個計劃 一定要 這塊要擠這裏 那塊要擠那裏 要不然 你就不成功了 他說 他說 真理 和我們的概念 關於 怎樣描述這個世界 沒有 即不是有一個 預先 好像積梭 Puzzle 就有一個圖 在那裏 這一塊 要擠這裏 那塊 要擠那裏 這個 這個 上一點 這個 左一點 右邊 不可以 而 他說 而 他說 如果 有任何 積梭Puzzle 那積梭Puzzle 是那個 Philosophers 自己 自己做的 他 作出來的 正如 正如以前 以前 那個世界 以前的 對於世界 有很多看法 他又砌了 一個 積梭Puzzle 但我們 不一定 跟著 他的積梭Puzzle 他的拼圖 而那個 智樂家活動的範圍 就是那個 Plane of Eminence 就是在那裏 砌一些東西 那個智樂家需要研究的問題 就是 一個概念 和第二個概念 研究如何產生的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和那個概念 中間有什麼 連繫 他最先 這個 這個 Idea Plane of Eminence 這個Idea 從哪裏來的 借誰呢 就是 Spinoza Spinoza 這一個概念 那Spinoza 他還有 剛才我提到 Cognitus 或者 Cognitus 這個呢 就是一些很古老的 很古老的 心理學的明星來的 Cognitus 就是說我們人呢 我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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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 都有一個 焦點 人呢 我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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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些 生命的需要 我們要吃東西 我們要去延續 後一代 我們要喝水 我们要满足身体的需要 这些在在都是成为我们的情绪的焦点 Cognitive Cognitive 就像一个空一样 一个空 空是一个雪糕孔 上面有一些大一点 Cognitive 就是我们每个人生而有之的Cognitive 有很多不同的嘴角 就是我们的情绪、法治